43年前,有一部电影曾让所有国人打开眼界,全国至少有8亿次观影 张艺谋看了他曾发誓说,有生之年一定要拍出这样的电影 这就是由高仓界主演的《追捕》 大家好,我是小飞,今天就让我们来重温这部电影吧 喧闹的东京街头,人潮汹涌 突然,一个名叫水泽惠子的女人带着警察,指控检察官杜秋 在一个星期前入室抢劫,并强奸了他 杜秋觉得莫名其妙,淡定地反驳 并找来自己信任的伙伴,史村警长帮忙 谁知道,又有一位名叫四田居民的男人到警察局报案 控告杜秋入室行迁 这下,史村警长也帮不了杜秋 杜秋当晚就被关进了拘留所 杜秋纳了闷,难道这两个人都把我认错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杜秋的上司伊藤怒气冲冲地找过来 披头盖脸就把杜秋骂了一顿 指责杜秋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损检察厅的名声 杜秋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公寓进行搜查 可没想到,公寓里竟出现了大量脏物 铁正如山,杜秋白口莫辩 心想自己一定是中了他人的圈套 眼看就要陷入牢狱之灾 杜秋借口身体不适躲进了卫生间 并趁机跳窗逃走 杜秋决定自己查明真相 他找到水泽惠子的住处 楼管告诉杜秋 水泽惠子刚住进来没几天就去报了案 今天早上已经搬走了 他也觉得事有蹊跷 杜秋寻着楼管给的地址到了石川县 而此时,警察已经对杜秋展开了铺天盖地的追捕 杜秋一路打听 终于找到了水泽惠子的家 此时,有两个男人神色紧张地从他的家里走出来 等杜秋再进去时 水泽惠子已经被杀害 杜秋发现了水泽惠子的结婚照 发现之前陷害自己的两个人 竟然是一对夫妻 连名字也是化名 他们的真实名字是横路晋二与横路夹带 横路夹带的线索已经断了 杜秋赶忙去寻找横路晋二的踪迹 他来到横路晋二的老家北海道 刚找到他家门口 就冲出了一大批变异警察 他们已经埋伏多时 杜秋冲出保围权 躲进了日高山 根据当前的线索 警察已经认定是杜秋杀死了横路夹带 但是令史村警长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为什么横路夫妻要化名指控杜秋 他们三人之间有什么牵扯呢 而此时的横路晋二也不知所踪 史村警长对他也展开了调查 此时的日高山冷风烈烈 杜秋身后子弹像雨点般射了过来 追杀他的不仅有警察 竟然还有两个熟悉的人 杜秋认出他俩就是出现在横路夹带家的人 如今发生的一切都像是一场噩梦 杜秋深陷其中无法脱身 而这一切又都在指引着他 走向现实中更大的阴谋 他忽然想起不久前自己接触的一场案件 那一天 赵仓议员和东南药厂的总经理长刚正在喝酒 忽然赵仓议员毫无征兆地跳窗自杀了 人证物证已然说明了一切 可是杜秋却认为事情没这么简单 于是他开始独自对这场案件展开调查 难道是因为这件事 有人才会将自己置于死地 杜秋想要解开谜团 还得先从横路径二身上入手 他在山上找到一把猎枪一座防身 忽然他听见女人的叫声 一头黑熊正在袭击一个躲在树上的女人 此时的他花容失色 声嘶力竭地大喊救命 杜秋赶忙开枪救下了他 自己却被黑熊逼进了湍急的水流中 女人名叫真有美 他救下了杜秋 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 他的父亲是为牧场主 现在正打算从政 他一眼就认出了杜秋 虽然感激杜秋救了他的宝贝女儿 但还是劝他赶紧自首 杜秋真诚地表示 自己要洗脱园区 暂时不能投案 可是此时 真有美父亲的秘书 为了老板的仕途 悄悄报了警 杜秋匆匆忙逃了出来 一阵马蹄声有远即近 真有美长发飘飘 骑着快马飞奔而来 石村警长文迅赶来 却扑了个空 他撤走了其他警察 自己留下来暗中观察 发现真有美进了山 就跟了上去 果然发现了杜秋的藏身之处 立即逮捕了他 半路上 一头黑熊袭击了他们 石村身受重伤 真有美打算 带着杜秋先行逃脱 杜秋去用火制法 给石村疗伤 他向石村打听到了 横路静二已经回到 东京的消息 临走前 石村警告杜秋 就算你救了我 我也不能放过你 夜色渐浓 真有美将杜秋 带到一个山洞藏身 杜秋打算回东京 找到横路静二 证明自己的清白 真有美义无反顾地 做出决定 要跟着杜秋一起去 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爱如追风 心激动 无可回 真有美生死相随的肺腑之言 这份滚烫的少女之爱 融化了杜秋的心 这天晚上 两个人爱的火焰 在小小的山洞中 纵情燃烧 第二天 真有美一回家 就收拾了行李 她不惜与父亲决裂 认为她不应该 将自己的救命恩人 出卖给警察 一边是自己的大好仕途 一边是自己的掌上明珠 真有美父亲 陷入了两难的抉择 但是为了女儿的幸福 她还是决定帮助杜秋 警察封锁了 被害到所有的交通点 杜秋插翅难飞 真有美父亲 把自己的私人飞机 送给杜秋 并教给她驾驶方法 杜秋流着汗 开着飞机 向东京 前路未步 但是杜秋为了自证清白 她无所畏惧 杜秋躲过追捕 在海边迫降 随后搭上便车 穿过森林 一路赶往东京 逃亡之路 风餐露宿 杜秋此时早已体力不支 她晕倒在街头 一位善良的舞女救了杜秋 把她藏在家里照顾 此时的矢村警长得到消息 横路径二与灯南药厂有所关联 她来到东南药厂 打算一探究竟 却被人用含糊的言辞 大发走了 矢村找到横路径二 在东京的落脚处大厅 才知道她不知什么原因 已经精神失常 住进了精神病院 矢村警长驱车来到医院 唐塔医生听说 他们要来调查横路径二 以会刺激病人为由 一口回续了他们 杜秋身体好转之后 来到了东京新宿 此时得到了父亲支持的真友美 也来到了东京 顺便帮父亲做一单马匹生意 杜秋与真友美约好了见面地点 可是杜秋刚挂了电话 就被巡逻的警察发现 此时的警察厅已经下令 如果杜秋还不束手就擒 他们可以随时击毙杜秋 枪声响起 人群惊慌失措 杜秋也走投五路 千军一发之际 真友美及时出现 骑着快马把马群驱赶到闹市之中 她一身黑衣 英姿飒爽 一把把杜秋拉上了马 冲出宠围 两人消失在夜的尽头 矢村警长猜到了那是真友美 于是查到了酒店 为了掩护杜秋 真友美躺在浴室门口 在矢村面前 委屈而又决然的宽衣解带 为了心上人 她愿付出自己的一切 此时 躲在浴室的杜秋推开门 赶忙替真友美披上衣服 不过矢村警长 并不是来把杜秋捉拿归案的 她现在对案情 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发现不少疑点 所以对杜秋的态度也有所转变 她冒着受处分的危险 给杜秋通风报信 向她提供了横路静二的下落 矢村认为 东南药厂总经理长刚 就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杜秋决定深入虎穴 化名景山 与真友美假扮夫妻 以自己有精神病为由 让她把自己送进医院 夜晚 杜秋就在医院里 偷偷查探横路静二的病房 可是 她的一举一动 都在唐塔医生的监视下 很快 杜秋就被人抓起来 带到了唐塔医生的面前 唐塔医生没想到 杜秋会自己送上门来 既然她找横路静二 这么大费周章 那就让她见见吧 可此时的横路静二 已经被迫服用了AX 这是唐塔最新研制的 神经阻断药剂 她已经目光呆滞 丧失了思考能力 成为一个任人控制的傀儡 接着 杜秋就被人打晕 也被迫服下了AX 几天都没有收到杜秋的消息 真友美放心不下 来到了医院 可是唐塔医生告诉真友美 您先生的病情 已经很严重了 当杜秋呆呆傻傻地 站在真友美面前 看着她好像在看一位陌生人 真友美心碎不已 杜秋嫌弃地推开她的手 可就是在这电光火时间 真友美明白了 本来杜秋每次在监督之下 吃了药后 又趁着医生不在的间隙催吐 把药都吐了出来 刚刚便趁机将藏好的药丸 塞进真友美的手中 真友美心领神会 马上离开了医院 找到石村后 将药丸交给她 请求化验 这时 一直躲在幕后的长刚 终于在医院现身 巨大的政治阴谋浮出水面 长刚利用东南药厂研究AX 打算清除自己在仕途上的挡路人 她不惜做人体实验 造成11人死亡 当初招舱医员就是发现了长刚的秘密 向他讹诈政治资金 便被长刚设计而死 随后 杜秋对他展开的调查 让长刚起了杀心 于是就利用横路夫妇俩陷害杜秋 还安排两个属下追杀杜秋 现在看见杜秋神志不清的模样 长刚十分满意 他让唐塔哄骗杜秋 让他写一份认罪的遗书 造成自杀的假象 随后杜秋就被他们带上了天台 杜秋 你看 多么蓝的天 走过去 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 一直走 不要朝两边看 明白吗 杜秋 快 去吧 杜秋猛地回过头来 唐塔一声震惊不已 随即就让两个手下杀害杜秋 此时 石村警长感到 他已经拿到了罪证 唐塔无路可逃 却不想接受法律的制裁 于是直接跳楼自杀 杜秋和石村赶忙前往东南药厂 长刚已经收到了消息 准备携款逃到美国 此时 杜秋一行人出现在门口 杜秋列出庄庄罪行 长刚却拒不承认 因为他已经用钱与权力摆平了一切 杜秋他们没有证据 便奈何不了他 他大摇大摆地打算走出去 石村警长的枪口 却对准了他 你这是干什么 从这儿跳下去 赵仓不是跳下去了 唐塔也跳下去了 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 最终 杜秋和石村 以正当防卫的名义杀死了长刚 历经艰险的杜秋 终于为自己洗刷了园区 他身着迷黄色风衣 竖起衣领 走出检察院 而门口的那个人 已经等候多时了 完了 不 哪有个完呢 我也去行吗 追捕是由佐藤纯迷指导 高仓健 原田方雄 中野良子主演的电影 于1976年在日本上映 并于1978年引进中国 当经典的杜秋之歌响起 时光穿越空间 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几十年前 那一年 杜秋同款风衣被抢购一空 很多人在不刮风的时候 也会竖起衣领 在街上不苟言笑地走着 深沉冷峻 街上到处是真油美理发店 大家会有横路径二来骂人 人们会在茶余份后 讲电影里的台词 而且那时候的高仓健 简直就是万千女性的梦中情人 他眼神冷峻 不苟言笑 却又展现出硬汉柔情的一面 他的迷人与坚毅 就像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一时间 寻找高仓健的呼声 响彻中国大地 有人说 杜秋是一个理想年代的记忆 那时候理想这个词是一种追求 现在理想在人们口中 好像成了调侃 谁认真谁就输了 不过在这个时代 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杜秋式的苦楚 但仍然需要高仓健时的坚韧 初心不改 归来仍是少年 好了 今天的电影说到这里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